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明 今天呢 我就为大家带来了两款 Mazda 的 C7 产品 它们都很漂亮 然后其实不少人在看着 Mazda 的这个新车的时候 也是有点纠结要怎么选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我们就为大家分析 Mazda 3 和 Mazda CX 这地它们有什么分别 你应该怎么选 为了做一个最公平的比较 今天我们所带来的这两款车都是 搭载2.0 Skyactiv-G 的自然进气引擎 那其实这两款车呢 在我国是被有不同的车型和动力选择的 在这里我就和大家复习一下 首先这一个 Mazda 3 呢 它在我国是被有1.5L 以及2.0L Skyactiv-G 自然进气引擎 可以选择 而另外一边的 CX-30 在我国是被有1.8L Skyactiv-D 柴油引擎 以及2.0L Skyactiv-G 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 CX-30 呢它还多了一个 all-wheel drive 的选项 这个是 for 2.0L 自然进气版本的 接下来我就大概讲一讲外形的差异啦 那我身旁这一台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Mazda 3 Hatchback 它在外形上呢其实都是和 使用这个 Mazda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不过它的这个水箱护罩呢 采用的是一个钢琴黑的材质 然后下方还有一个黑色的前唇 看起来就稍微比较运动化比较年轻化 比较帅一点 至于这个 CX-30 呢它是一台 crossover 讲究的是休闲风格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拥有这个 大型的这个黑色塑胶护板 其实这个护板呢那么厚 是因为要把这个车身拉到比较修长一点 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 这个是原因 然后在这个水箱护罩方面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镀铬四条的设计啦 整体看起来是稍微比较 Elegant 比较典雅 那还有一点是啊 虽然说这两台车都是使用这个 LED 的头灯组设计 可是我要点一点的是 这个比较新的 CX-30 它的方向灯的这个 开启的方式啊 是有呼吸灯的功能 比较漂亮 那接下来这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重点的 嘿嘿 我带了两尺来 那刚才我就大概量了这两台车的这个离地间隙啦 首先这台 CX-30 呢 它的离地间隙是大约在175mm 而这台 Mazda 3 Hatchback 呢 它的离地间隙则则是一个 140mm 所以两者的这个离地的高度啦 是相差一个35mm的 接下来就到这个身形的部分了 首先我要讲的是 这个 CX-30 呢 其实是比这个 Mazda 3 Hatchback 还要短的 短了60mm 而轴距方面呢 其实这个 CX-30 也是稍微短了一点 短了70mm 至于在高度方面呢 当然是这个 CX-30 高了一点啊 这一方面它其实是高了 是接近10cm 那么多哦 而在车重方面呢 虽然说这个 CX-30 是一台 Crossover 然后看起来应该会重蛮多的感觉 但是其实今天我们所试驾的这个 2.0 Sky G Front Wheel Drive 它的车重只比这个 Mazda 3 Hatchback 2.0 High Plus 多了一个50公斤 这两者都是搭载这个18寸的轮圈 但是在轮胎尺寸方面有所不同 这一个 CX-30 它所使用的是 215 55 R18 的这个尺寸 而我身旁的这台 Mazda 3 Hatchback 呢 则是使用215 45 R18 的这个轮胎 在这边我也列出这个价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最后 就是最近话题性有点高的 S 字形光影 其实呢 这两台车都有啦 只是讲这个 CX-30 的 它的这个 S 字形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 这个 Mazda 3 Hatchback 呢 你要在特定的角度下 就能找到这个 S 字形光影了 接下来就到车尾的部分了 这也是我喜欢 Mazda 3 Hatchback 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 这个车尾看起来啊 就很像概念车 很全位的感觉 当然这个 CX-30 也是漂亮 它多的是一份典雅的感觉 那这两者呢其实都有采用这个 LED 头灯组啦 然后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 CX-30 它的这个后方的转向灯 也是一个呼吸灯来的 而且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这个 LED 灯条 晚上看起来也是比较漂亮的 再来就是重点的部分了 那就是这两台车的这个尾箱容量 OK 我先打开这个 Mazda 3 Hatchback 它的尾箱容量是 295L 那我在里面 也已经放了几个行李箱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 其实这台车哦 它的容量 数字上看起来是蛮小的 可是 我这样子放这些东西过后 我觉得其实还OK的 基本上应付小两口 甚至你可能多了一个 baby 都不算是问题 但是呢它的这个 第一台的这个开口 是稍微有点高一点 So 体积比较娇小的人类们 你们可能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就到这个CS30了 它多了一个电动尾门的配置 这台车是没有的 那这个CS30呢 它的尾箱容量就大了很多 430L 所以我现在就把这台车的这个行李 放过去做一个比较 这个CS30呢 它主要的优势在于 它的这个尾箱的高度 是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你的行李 你要打直方 其实也是可以的 然后你要在一些比较高的东西的话呢 这个 它的这个空间的运用 灵活性上 是比较高的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地盘呢 我个人是觉得设计到刚刚好 就是刚才我这样子放东西的时候 其实都很轻松 接下来就到内容的部分 不过在这之前 我先讲一讲它的配备 其实这两台车呢 它的高阶车型在配备上都是大同小异 包含拥有这个8.8寸的悬浮式 Master Connect 主机也支援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手机互联工能 还有这个很漂亮的半数码仪表盘 然后这两款高阶车型呢 也是被有这个天窗 以及彩色的抬头显示器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i-Active 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也是完整的 包含了这个MRCC雷达主动式定数群杭 而接下来就到设计部呢 这两台车其实都是属于同一个车系的成员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中控台设计 算是一模一样的感觉 但是呢 我国的这个CS30它的这个皮革 这边是采用了棕色的这个设计 采用个双色的RAW TONE的设计了 而MASDA 3则是单一黑色 然后它的这个顶棚也是黑色的 这个是MASDA 3 Hatchback 专有的 CS30是采用了一个空间感比较好的 这个灰色的顶棚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座椅呢 两者其实都是一样 都是拥有这个8箱电动调整 然后副驾驶都是手动 可是虽然说这个设计上 视觉上看起来的车很像啦 但是呢 这两台车其实在这个 坐姿还有空间表现上 其实是有不同的 好像这个MASDA 3 Hatchback 我一坐进来我就感觉到这个重型比较低 这个其实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坐姿 因为感觉比较有跑风啦 而在MASDA CX30身上呢 你坐上去 你是感觉到这个比较 整个感觉是比较高的 然后视野也看得比较远 可能有些人就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个CX30上下车 也是会比较方便一点 接下来就是在这个空间表现上了 MASDA 3 Hatchback 的头部空间是这样子 而CX30是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差别最大的 还是在它的腿部空间的部分 我的身高是168 然后我身形是比较较小的 所以其实这两台车对我来说差异是不大的 这方面我觉得我请我一个 比较大致比较肥胖的同事来示范好了 MASDA 3 Hatchback 后座表现 接下来就到大家也很关心的这个后座表现了 我先讲一讲它的空间表现 So 我的身高是168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现在身处的这个MASDA 3 Hatchback 里面 它的这个腿部空间有两个拳头多 头顶呢 其实已经接近顶头了 然后刚才比较高大的这个李总 它说它坐在后面的时候 已经是直接顶到头了 这一点在CX30身上 Surprisingly 腿部空间其实是一样的 接近都是两个拳头多 但是它美妙的地方就在头部的这个空间了 因为CX30它的这个车身高很多 所以整个空间感是好很多 然后头顶也不会局处 但是呢 这个CX30它的这个椅背 会稍微比较直一点点 接下来就到这个座椅的部分了 我现在身处的这个MASDA 3 Hatchback 其实它在整体的支撑性上还算OK 但是如果说到支撑性 其实我觉得CX30是更加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椅背 的这个设计呢 其实是凹陷更加多的 但我坐在这个CX30身上呢 其实我觉得我的后背 是支撑的更加的好 但是重点还是在 这个腿部的部分 因为这个MASDA 3 Hatchback 它整个就比较低矮 所以它的这个椅垫的高度 其实是稍微比较不足的 所以大家从镜头上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腿部支撑其实是不太够的 而在CX30身上呢 因为它的这个椅垫的高度 是刚刚好 就是更加的高 它是完美支撑到 我的这个大腿和小腿的 所以我觉得 对我这种老人家来说啦 坐堂叔的话 我会比较想坐在CX30 当然这方面呢 MASDA 3还有一个叫 MASDA 3 Sedan 的车型 这方面呢 在后座的这个表现上 我印象中 MASDA 3 Sedan 是比这个Hatchback 还要好的 如果是比较的话 我是觉得 MASDA 3 Hatchback 先 MASDA 3 Sedan 然后CX30 CX30 is the best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MASDA 3 以及CX30的一个简单的对比 在这里我也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台车的这个驾驶感受 其实在动力上 我觉得它们其实是大同小于的 可能这个CX30会稍微重一点点 而在操控部分呢 MASDA 3 它自然是比较稳 因为它比较矮的关系 然后整体的这个操控 也是比较好玩的感觉 但是呢 它的路管会稍微比较明显 至于这个CX30 它只是带来一个更加舒服 视野更加高的一个体验 它的操控其实也是OK的 只是 侧情方面呢 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这两台车你要怎么选呢 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说你是时常需要载人 载东西的话呢 那这个CX30 它的这个空间表现上 会比较适合你 加上它的这个车门的开启角度 其实也是比较friendly一点的 这个刚才我的videographer 就一直在投诉这台车了 这些的设计呢 也让这个CX30 在使用的便利性上啦 是比这个Mazda 3还要出色的 但是如果你是对这个 驾驶乐趣比较讲究 然后其实你也不需要那么多空间的话呢 然后你又要像我这个老Coco 这样半年轻的话呢 这个Mazda 3 Hatchback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在这几天和它相处之下啦 我是觉得这台车整个感觉 它给我的那个反应是很灵敏 很直接很清脆 真的是有那个GIMBY一带的感觉啦 这一方面它的确是比这个CX30出色的 所以你会和我一样选择Mazda 3 Hatchback 还是选择这个CX30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你的选择 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样的内容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回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